7月24号,在停摆6个多月后,北京多家电影院终于按下重启键 上午10点30分,位于北京房内的保利国际影城天安门店也迎来复营后的首批观众 魏月彤是一名资深影迷,疫情发生前,他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到电影院看机场电影 他告诉记者,得知电影院重启的消息后,便第一时间抢购了首场电影的电影票 哎,离家也不远,然后赶紧把票买了就来了,然后昨天的时候还想买今天下午的场次 然后一看,全都满座,然后感觉大家热情特别火爆 我们俩是同学,一般都是一块看,然后呢,今天我们这是第一天的,然后第一场电影 然后就觉得很荣幸,然后好久没看了,也特别想快点去重温一下电影院里面的感觉 记者注意到,为做好防疫工作,此前开放模式的影城调整为单循环模式 设置了唯一的出入口,在入口处,顾客需扫码登记,测温合格后放客进入 相关负责人表示,复工之前,影院就一日安排工作人员对设施进行维护和消杀工作 目前更是加大了对重点区域每日不少于5次的消杀频次 我个人还不是特别担心,因为毕竟北京也已经十几天没有新增的病例了 而且像电影院它保持一个30%以下的上座率和这样的一个间隔,必须戴口罩 我觉得这些措施还是非常有效的,应该能够提供一个很安全的观影环境 具体上,复印初期,影城全部采取网络实名预约售票 影城树卖区大门紧闭 作为观影标配的食品饮料也被列入进入清单 相关负责人介绍,影城还对售票系统进行了调整 那么按照这个单场次,单厅低于30%的一个作为的售卖 在系统里边进行作为图的设定 那么大家在售票的网站上都已经可以看到了 都是这种交叉隔座进行设置的 那么厅内严格按照这个对号入座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正确的 毕竟能够有效地隔绝病毒的传播嘛 而且对于可能一些 就是更希望能完全沉浸于电影中的人来说 也不是一件坏事 谈及复印首日表现 继续介绍 24日当天排印的18个场次的650张电影票全部收请 影城正计划增加新的场次和影厅 在允许范围内为观众提供更多选择 遍我 阳表明 综承